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一个大家关注的有意思的事情 这次北京对台湾进行军事演习 但是官媒没有使用军事演习这个词 而是换了一个说法叫做军事演训 于是有些人就认为 把这个演习改为演训 就是要给习近平避讳 军事演习的习就是用到了习近平的姓 所以就要避讳改成军事演训 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应该说这还是一个过度解读了 北京官媒把军事演习改为军事演训 似乎并不是为了避讳 我们先看一下北京媒体自己的说法 北京媒体说军事术语中演习和演训是两个不同的术语 演习就是指那些频率比较少的一次性的军事演练 比如一年举行一次或者几年举行一次的军事演练就叫做演习 演训就是频率比较多的军事演练 比如说一个月举行一次 或者是一个月举行好几次的这样的军事演练叫做演训 意思就是说一个经常性的军事训练性的演习 如果是北京把这次对台湾的军事行动称之为军事演习 那么就是说意味着演习完了之后 这个军事行动就完了 它是一个一次性的行动 不是一个经常性的行动 而如果北京把对台湾的军事行动称之为军事演训 那就是意味着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马上就结束的行动 它是一个长期化的经常化的行动 所以北京媒体把对台湾的军事行动称之为军事演训 就是意味着要经常举行这样的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至少是一个月一两次把这个军事行动长期化 经常化 演训这个词倒也不是最近的一个新发明的词 过去北京也用过 比如说我们看今年三月份的一个新闻 北京的媒体说在2021年 美国在南海周边地区累积进行超过了100场的演训 这个文章中也说到 2021年美军进行了上百次的演习演训 也就是说演习和演训这两个词是单独使用的 演习和演训是不一样的 另外台湾军方倒是经常使用演训这个词 他们经常把北京的军事演习称之为演训 今年三月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说 台湾国防部称解放军强化对台实战化演训 对台湾安全形成挑战 也就是说台湾国防部把解放军的这些演习称之为演训 这也是表明台湾就认为北京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它是一个经常性的不是一次性的 所以就把北京的军事演习称之为演训 因此北京把这一次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称之为演训 倒不一定是为了避训 而是更想要强调北京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它是一个长期性的 一个经常性的 不会是演习那种一次性就结束的事情 再者呢 中国这个避训啊 它其实是会名不会姓 就是说名字是需要避训的 但是姓氏呢不需要避训 比如说唐朝皇帝姓李 他的这个姓氏李是不需要避训的 否则天下所有的姓李的人 他都不能姓李的都要改姓了 再同样宋朝的皇帝姓赵 明朝的皇帝姓朱 也都是只要避训皇帝的名字可以了 不用避训姓 就是姓赵还是照样可以姓赵 姓朱还可以照样姓朱 这是不需要避训的 所以按照这个避训的规则呢 习近平的姓氏这个习 是不需要避训的 你要避训也只要避训他的名字 敬和平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从避训的规矩来看 把演习改为演训 要避训习近平的姓氏习呢 这个和避训的规矩也是说不太通的 我们再转后来说今天的主题 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访问台湾之后呢 北京是大闹一场 但这件事情当然不能永远闹下去嘛 那北京想怎么收场呢 现在看来呢 北京想的这个收场方式叫做不了了之 就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最后就没事了 这两天呢 解放军虽然号称还在军演 但都是在自己家门口军演 再也没有像台湾发射导弹那种 直接威胁到台湾的军演 北京在自己家门口的军演 就是演戏嘛 就是表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 对台湾来说根本没什么压力 所以台湾人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昨天台湾的股票还大涨 就说明台湾人对解放军在自己家门口那个军演 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所以这些事情也表明了 北京对台湾的这种军事行动军演报复 准备就到此为止了 就想收场了 慢慢把这些事情就算是过去了 北京对美国的报复呢 昨天8月5号 北京外交部宣布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及其直系亲属进行制裁 而且还要停止和美国的军事交流等 八项的外交报复 但是呢 昨天搞了这个报复之后 今天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 这也就是说北京对美国的外交报复呢 也是准备就是到此为止了 到此呢 就想收场了 但现在问题是 北京想要收场 想要结束了 美国那边不敢 想要收场 没那么容易 美国白宫8月4号就召见了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 就北京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针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表达强烈不满和谴责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说 我们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行动 这些行动不负责任 而且与我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长期目标格格不入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谴责北京的军演 指责台湾海峡的最大危机 就是北京想要统一台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北京包围台湾这个军事演习是毫无根据 并且认为北京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反应 是对美国的公然挑衅 对于北京宣布的八项对美国的报复措施 莱公发言人说 中国没有理由采取这种升级行动 他们所做的根本上是不负责任的 不过北京的这些报复措施 让人们一看就叫做境界比较低 比如把什么禁止毒品 环境问题 这些境界很低的事情 也拿来作为对美国的报复措施 对美国的报复措施 美国国家安全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中国宣布将停止于美国的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议题的对话 进行停止对话 这是惩罚全世界 科比说 气候变化没有地理国界 中国正在以此惩罚全世界 中国此举是不负责任的 说实话 北京完全没有必要把气候问题作为对美国的报复 北京这么做完全叫做自损形象 作为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政权来说 境界太低了 有趣的是呢 现在美国政府还没有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被北京制裁发表公开的看法 大概呢 是这个问题比较慎重嘛 也比较重大 美国政府内部还需要进行一些讨论 但是有一件事情呢 美国政府已经达成共识了 就是要针对北京在台海的挑衅 美国将派遣军队穿越台湾海峡 这次很可能就是一个航母大编队要穿过台湾海峡 来打击北京的气焰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再派一艘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已经是镇不住北京了 那么这次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还可能要伴随着在天中还有飞机一起穿越 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用此来震慑北京 这样一来 北京麻烦又大了去了 因为现在北京已经想收场了嘛 他就想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军事演习 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最后把这个军事演习不了了之 实行到此为止 但可是美国不干 美国要派航母要穿越台湾海峡 这一下子北京想收场也收不了场了 所以现在北京对这个消息也很紧张了 因为这一次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和过去完全不一样 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 美国军舰也有多次穿越台湾海峡 当时北京都是比较低调处理 中国民众也没有特别大的关心 然而这一次佩洛西访问台湾 北京高调的宣传煽动 把中国老百姓都给煽动起来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美军再去穿越台湾海峡 明显就是对北京在台湾周边的军演进行警告 而且这明显就是对北京所谓国家尊严的挑衅 如果北京对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什么动作都没有 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被别人穿越海峡 就是等于是看着被别人打点 他一点反应没有 如果北京这么软的话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呢 但是如果北京要出手 要有动作的话 这次面对的可是北京 可不是台湾 北京也根本不敢发几个导弹 过去威胁美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军要来穿越台湾海峡了 北京怎么办呢 他们就再次遇到了所谓的尊严和面子的一个大危机 还有一件事 是更让北京丢面子 就是在一个多月前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6月13号就在记者会上宣布 台湾海峡不是国具海域 是中国的内海 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和管辖权 如果是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 中国对台湾海峡具有主权和管辖权 那么其他国家的军舰要通过台湾海峡 那都是需要申请北京当局的许可了 更重要的是呢 在北京宣布台湾海峡是中国内海之后 如果这时候美国军舰未经北京当局的许可就进入台湾海峡 那就是等于是侵犯中国的领海 等于是对中国的公然侵略 所以呢 在北京一个多月前宣布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之后 美国军舰要再进入台湾海峡 那就是过程对中国的侵略了 解放军再不出手就更说不过去了 所以这次美国军舰是穿越台湾海峡的话 那情况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是北京已经宣布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 第二个是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国民众这个反美情绪都给删起来了 这时候美军再次进入台湾海峡 穿越台湾海峡 解放军再没有动作再没有反应 那就是太说不过去 那时候中国的那些所谓小粉红恐怕也接受不了 所以呢 这次美国宣布要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等于就是对北京双重打脸 这个面子啊 北京实在是太难看 估计现在北京也在发愁 美军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 每次到这样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总是躲得远远的 麻烦的事情 击手的事情 习近平就不管了 这就是习近平的性格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